上期节目中,因为担心深陷节目组设置的陷阱中,而自乱阵脚的开平团,情急之下将闲不住的铁娘子身份锁定为欲可为,结果未能成功见面,顺利进入到下一期的节目中, 而现场的开平团与观众则大跌眼镜,直呼又被节目组套录了,然而这位闲不住的铁娘子,在第二期节目中,做出了更加惊人之举,一出场便由黑衣人大摇大摆举出横幅, 我是张韶寒,让观众和太平团一时傻了眼,引得大张伟吐槽,都这么直白了吗? 而在演唱完后,乌启贤更是直接表示,你的声音骗不了人,第一句出来你就是张韶寒,而铁娘子霸气回复, 我就是啊,更是让人惊掉下巴,并扬言要期待张韶寒,如此嚣张的铁娘子,是否又是节目组放出的烟雾蛋呢?